首先如果你要使用同步区块 第一个例如我要先把这个原始的内容 假设这一段我要把它作为同步区块 我先把它选取之后 你可以把它转换为同步区块 按下去 这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 滑鼠滑过去就有这样红色的外框 那接下来呢 当你在上面按右键或是选取的时候 例如说我在这边按右键 这边就会做一个 叫做CopyN新后来 就是同步的部分 所以我就这样复制 把它复制起来 那接着呢 我就拿到我要贴到的另外一个页面 把它贴上去 那它就会自动的在它上面加上一个红色外框 而且呢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它会问你要不要编辑原来的 事实上你在这边编辑就等棚在编辑那一边 所以你看假设 我在这边把它隔开来 那我们回到刚刚任路2这边 这里就同步编辑到了 所以这样子叫做同步的这个区块 那当然你也可以取消 就是在这个点点这边 把它做一个取消 那这样两个的 连结关系就会断开 明镜与点点栏目的 明镜与点栏目的 明镜与点栏目的